以前說的鄭文雅會聯想起港姐 現在就會想起高爾夫球 她不單止自己打還加上小朋友 最小的三歲都有 很多人在香港不是經常可以接觸高爾夫球 所以我經常有一些學生 一班都要解釋給他們聽 其實高爾夫球運動是怎樣的來源 還有她一直下來的發展是怎樣 都要講一點 當時有機會進來打 我相信我是可以很小有更好的成績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太遲去接觸這個運動 當時這個運動亦都比較貴族化 變成我差不多30歲之後才接觸高爾夫球 文雅除了教Golf教了20年之外 有參加不少公開比賽 亦都很自力在香港發展高球運動 希望多些人認識 他還是第一位在香港搞高球慈善賽的人 真是有關Golf的事他都一清二楚 他還說Golf每一竿都是因果關係 用來教小朋友就最好了 高爾夫球是可以令人更加集中去訓練到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如果他小時候能夠打到Golf 他大的成績是可以很好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即是我們高爾夫球界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無奈就是因為香港的土地有限 但是我們也是建議過因為練習場 其實不是需要很大的地方 你都看到練習場一個一個關門 現在其實關剩只有三四個 四個左右的練習場 變成我覺得是不夠了 因為以前有很多學校 如果他在附近 他都可以當體育堂去上的 但是現在是不行的 希望這個球場 除了說是會員打之外 也都是要開放給公眾 還有作為一個香港的高爾夫球運動的訓練基地 既然能夠用得這麼多的土地 我們作為香港人都知道土地是這麼矜貴 我們都希望這個球場的使用率 還有使用的用途是可以是更加的廣泛 還有更加的多人可以受惠的